- 高雄鳳山分局16日早上9時許接獲民眾報案疑似財務遭切,稱發現家中或是一團亂,或是內金市及現金等財務不見,初步估計損失美金25000元,人民幣5萬,新台幣約10萬, 合計約107萬5000元許,令珠寶、金市、手錶價值上呆估算,家中外籍邦庸也不知去向,警方隨後立即成立專案小組,經擴大調閱沿線監視器,發現該外籍邦庸15日上午6時許,攜帶行李匆忙徒步離家出走,於小港區攔計程車,前往彰化縣建合街以待,專案小組立即通報該切嫌為,逃逸移工,展開追氣。 我們就鎖定他的弱角度,我們就被眷門向高雄立先祖申請舉表,或者,專案小組北上200多公里,歷經20小時的買戶,終於在他的弱角度,查過這個外籍朋友,在他身上呢,我們查過四切的手勢及現金,訊問後能感神不愧,我們一送高雄立先祖來爭敗。 從本身祖的手勢及現金,訊軸組織上擺放閃口,基本上的責任這位置。 H À! 是! H 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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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查过一名窃盗通缉犯 该名年约50岁的前姓犯贤 于深夜时段骑乘自行车 锁定未上锁的车辆司机犯案 当日行经杭州南路巷弄内 发现一辆未上锁的车辆 随即入内窃取财物 未料车主听闻声响后 立刻出门查看 撞见正在行窃的前嫌 大声呵斥乖乖就犯 但前嫌顽强抵抗 趁西下车后与车主拉扯 随即逃离 车主立刻向警方求助 警方立刻调阅监视器画面 前往周边搜寻 于周边的公园内 发现前嫌立刻以优势警力包围 前嫌才束手就擒 将其待犯所查证后 发现前嫌原来是一名通缉犯 运后将其解送西北地检署归案 所犯的窃盗罪定案喊送西北地检署 中正一份局呼吁民众 平常应该将车车辆上锁 贵重物品也要随身携带 也要防止于车内 避免消息 中文字幕—Tay慶神 —Tay慶神 字幕—Tay慶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